人类追求便利所产生的浪费要如何避免 马来西亚慈禧巴胜之会举办环保手工分享会 邀大家一起做环保 这个环保手工是最直接的 能够邀到大德来跟我们一起学习 我们也能够间接地告诉大家 如何去支援 延长污名 铝箔包装置也能变成环保手提袋 将无用化作有用之余 也可以锻炼耐心 废物利用减轻地球负担 现场手工劳作也长了亲子时间 这样的活动给亲子训练耐心 恒心 然后他也知道说以后那种红包子 那些袋可能不用丢去了 保存起来做一些好像篮子 化腐朽为神奇 只要花一点心思 生活中不起眼的垃圾 也可以变成神奇宝贝 大约新闻正三美志工林美丽 陈旭胜 马来西亚报导 组合之计划